第二百九十五章 魏小姐要我带话 说着陆玉红跟陈阿青 跑了两个酒杯两双筷子来 大方地让徐丰元和魏一琛 品尝一下自己剩下的酒菜 徐丰元和魏一琛并不介意 这是剩菜剩酒 两人饮了酒也尝了菜 徐丰元的反应 虽然没有陆玉红那么直白 但也将惊喜之色写在了脸上 酒是百里香 陆兄好运气 我可是听说 这家鲁味铺子里的百里香 和最先居的一样抢手 早晨刚开店 就会卖光的 没想到陆兄能买到一壶 徐丰元不惊道 徐丰元很早就让府里的人打听过了 自是知道百里香 如今只在泰州府的两处地方售卖 规矩价格都一样 想买得赶早 一般这个点 不管是在最先居 还是在许继鲁味铺子 都是买不到的 陆玉红笑着说 那是自然的 我运气不是一般的好 紧接着徐丰元又评价 这家的鲁味是一如既往的美味 至于这生烟 我还是头一回吃到 是鲁子的新品吗 说着徐丰元看向了陈阿卿 陈阿卿跟诸位若也学了不少了 如今面对这种情况 也知道该如何应答了 还未确定要不要售卖 今日是赠送给客人试试 这位公子是第一批品尝的 可还有 我买一些回去 让家中长辈尝尝鲜 徐丰元又问 台州府的人多喜海鲜 他家中长辈有不少意识如此 今日这生烟的口感 徐丰元觉著自家长辈是会喜欢的 抱歉 那位公子的是最后一份了 陈阿卿回答 文言徐丰元不由地再次看向陆玉红 而陆玉红的脸上挂着得意骄傲的笑 没办法 我运气好呀 陆玉红笑着说 心中不由地想 魏家小姐给的美味只给她一人 兴许地想吃还得看她脸色呢 徐丰元笑笑 紧接着看向一旁 一直默不作声的魏一辰 魏一辰这几天都有些心不在焉 只有刚刚彼时那会儿 她全身灌注 这会儿人看住又有些呆滞了 魏兄 你觉得这韭菜如何 徐丰元询问 鲜嫩可口 人间美味魏一辰回答道 紧接着又道 我家大妹妹也会做着生烟 当真 大姑娘做的与这店内所受 哪个更胜一筹 徐丰元 盲问道 听到和魏若有关的消息 徐丰元显得兴致很盛 魏一辰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 不知 我只是见大妹妹做过 还未品尝过 知道实情的陆玉红在心中偷笑 那味道肯定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她吃的 这一份就是魏家大女孩做的 徐丰元的表情有些遗憾 陆玉红见话提到了魏若的身上 便事实切入 提及刚才遇到魏若的事情 大姑娘现在何处 徐丰元也跟柱问 现在自然是回去了 外头人多眼砸 她一个姑娘家的 自是买了东西就走了的 陆玉红解释 紧接着陆玉红又道 大女孩刚刚本来是要跟魏兄说话的 只是魏兄和徐兄正在比试当中 她不便打扰 便将原本要交代魏兄的话同我说了 大 妹妹有何话要跟我说 魏一称忙问 以你徐家在台州府全市地位 以你徐丰元的才学品行 多的是名门千金想要嫁给你 魏家小姐觉得她不合适 你换一个就是了 徐丰元苦笑着摇头 陆兄 你不懂 魏家大姑娘是个很不同寻常的女子 起初我也没觉得有什么 但几次接触下来 我觉得她和我以往所见的其他女子都不一样 不一样是不一样 那不一样的也不一定非要去回家 来当妇人陆玉红道 陆兄 有些事情你还未经历 等你经历了 你便会明白我的心情了 徐丰元回答 陆玉红文言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只在心中道 她这算是尽力劝过了吧 算是履行了对魏家大姑娘的沉默了吧 魏一称此刻眉头紧锁 原本这次她就想回府 找婉婉妹妹问清楚那日之事的 如今又冒出来若儿妹妹的事情 一时间 心口便像是有无数乱麻堆积在一起 让她再也没有了与陆玉红 徐丰元闲聊的心情 而此时的徐丰元也没什么心情了 于是魏一称与徐露二人辞行 徐丰元点头 并结了鲁卫铺子的纸笔 写了一封信交托给魏一称 让他帮忙带去给魏若 姓是魏一称看住写的 知道信中没有暧昧引人误会的话语 便也就收了下来 魏一称回到了校尉府 此时府上却只有魏明婷 云氏夫妇在家 他要找的两个妹妹接不在家 询问过下人后得知今日休息 得了云氏的首肯 二人在各自丫鬟嬷嬷的陪同下 上街市去了 魏若去了街市不假 不然也不会跟陆玉红碰上 那魏清婉是否真的去了街市呢 第296章青皇不接 从鲁薇铺子离开后的魏若和秀梅 去了四宝斋后院 两家铺子本就离得近 魏若特地给两个铺子后头设置了通道 既方便奶娘和许伯伯看管照应 也方便他出入 魏若和秀梅在房内换了身装扮后 动身去往彩莉山庄 去的路上秀梅询问魏若 小姐 你为什么对陆公子这么大方 秀梅 跟在魏若身边这么多年 很清楚自家小姐对待钱财上的态度 只有两种情况下小姐会特别大方 要么是为对的人 要么是为对的事 有些麻烦事我有可能会躲不过 陆家公子算是我给自己留的一条后路 我现在对他无所求 但保不起以后对他有所求 魏若解释 那个麻烦是指楚兰 不管是许和佑的身份 还是魏清若的身份 都有被楚兰纠缠上的可能 而他对于楚兰的恐惧和讨厌 又是深刻在他的骨子里面的 陆玉红又是少数楚兰信任的人 值得他在他身上下点本钱 那小姐方才让陆公子帮忙 去跟徐公子说那事 那徐公子能听劝吗 秀梅诱问 哪有那么容易 就算徐公子本人听劝 这婚事也不是他说了能算的 主要还是在两家长辈的意思 我那么拜托陆玉红 也不过就是得个由头 让他对我放下戒心罢了 我有所求他拿我好处 才能拿得安心些 我无所求了 他反而抗拒魏若解释 陆玉红不是个心思细腻之人 本来就不适合做这事 他就那么一说 算是急诸陆玉红 在徐丰元那边表个态 但实际能起多大作用 魏若是不抱有希望的 当然这么带个话 也是有些用处的 至少能将他的态度 跟徐丰元说明了 原来如此 秀梅这下屡顺了 梅梅 再加快些速度 趁着时间走 我们赶紧去采离农庄 把事情办了 回头再接上张嬷嬷 别弄太晚了 魏若道 今日他出门 是带着张嬷嬷的 这是云师要求的 但是云师不知道 现在张嬷嬷是魏若的人 出了校尉府的门 魏若就把张嬷嬷的 放在了一处小院里 等他办完事后 再回去接他 好嘞 秀梅甩了一鞭子 抽在拉车的马身上 加快了速度 到了采离农庄 见到了那个身材魁梧的赵管事 魏若见他一脸愁容 便问 怎么了 新羊苗长得不好吗 赵海连忙摆手 不是不是 新羊苗 长得很好 那你怎么哭丧住个脸 好似我让你们 全部换羊苗的决定 坑害了你们似的 魏若道 不是 这跟少东嫁宁没关系 是 是 赵海支支吾吾了半天 没把后半句话给说出来 是庄子里的店户们 日子过不下去了 魏若帮他把话说完 赵海一愣 然后点头如捣蒜 对 去年收成不好 粮食紧巴巴的 如今天里还都是羊苗 但大家家里的粮食 都已经吃没了 想买粮食吧 如今这粮食贵死个人 哪里买得起 大家去挖野菜 包树根 也都不够吃的 这情况不止采离农庄上的 农户们是这样 可以说整个台州府都是这样 除了刚收获了麦子的人家 骨仓充盈外 靠着去年秋寿的稻子 度日的人家的粮食 基本上都吃光了 粮食紧缺 各大粮店的粮食价格 自然也跟住水涨船高 底层的百姓日子更加难过 秀梅不由地叹了口气 想到今日在四宝斋 和许记鲁味铺子门口的盛况 不由地在心中感慨着 猪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边的百姓饭都吃不上 那边的豪门权贵 却还在抢着买高价白酒喝 两个世界割裂着又融合着 走吧 带我去看看那些人家 魏弱对赵海说 赵海不知道他们少冬家想干嘛 木讷地点了点头后 领着魏弱往庄子上去 来之前 魏弱对庄子里的情况早有预料 知道自己会看到什么样的情况 但真见到的时候 心中还是不免被一痛 龙护家中留守的多半是小孩和老人 但他们也都没闲住 有的在编草鞋 有些在编竹篮 还有的在干家务活 家中大人这个时间多半在田里 要不然就是去附近山上碰运气了 要是能猎回来些猎物 就能换了一家人好几日的口粮了 魏弱路过的时候 他们看到魏弱 但眼神空洞无光 和魏弱在街上看到的那些流离失所的人 是一样的眼神 他们大部分人没有主动跟魏弱打招呼 而是小心翼翼地躲着 即便有跟魏弱打招呼的 也是怯生生的 语气里充满了畏惧 对他们来说 在这样粮食欠收的年成里 身为地主的魏 若是可以要了他们命的存在 本来粮食就不够吃了 地主要是在逼他们交租子 他们就彻底没了活路 赵海跟在魏弱的身后 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你好像不是很愿意陪我视察 魏弱停下脚步 转头问赵海 没有没有 我 赵海想否认反驳 但并不是很机灵的 他一时间想不到什么好的理由 只得愣在原地 心虚地不敢看魏弱的眼睛 是不是心里还惦记着上山打猎的事 魏弱问 少东家你怎么知道 赵海惊讶地看住魏弱 阴住粮食不够吃 赵海打算带着庄子里一些 年轻力壮的人 一道上山打猎 近一些的地方的猎物肯定没了 他们打算去深远一点的山里 那里危险多 不熟悉的人进去有可能出不来 大部分人不敢去 但同时打到猎物的几率也大一点 要是真打到了野猪野兔 就可以去城里换粮食 听说干暑卖的便宜 多换一些来 不难猜 最近也不是就你想到这个法子了 前些天官府不是刚张贴了告示吗 附近就有年轻人组团 去深山打猎 最后没回来的魏弱早有耳闻 文言赵海忧伤道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孩子们都挨着饿呢 总不能坐以待毙 说完赵海又意识到自己失言了 哪能跟邵东家说这些话呢 第二百九十七章 十里八乡 粮食储备最多的人 看来你已经组织好人了 那也正好 我刚好有些事情要你们办 魏弱道 邵东家请你吩咐 虽然心里万般不情愿 但赵海也得答应下来 他们是东家的人 听东家的命令 才是他们最应该做的事情 你好像不是很情愿 魏弱问 小的不敢 是不敢 但也确确实实是不情愿的 魏弱倾笑道 一会儿有六车的麦子 从幽南农庄运过来 你就带着你组织的人 去搬麦子把文言赵海傻住了 抬起头 直勾勾的 看住魏弱 本来就木讷的一张脸 这会儿直接跟个木头 没什么两样了 邵东家 你说 麦 麦子 魏弱的话给赵海经的承接罢了 对 六车麦子 庄子里的人家有会做面食吧 魏弱问道 南方做面食的不多 也不见得大家都知道怎么做面食 赵海还没从上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当中回过神来 面对魏弱的下一个问题 依旧一脸呆滞 半天没接话 秀眉眉好气地说 你愣着干嘛 少爷问你话呢 庄子里有人会做面食的吧 别到时候分了麦子回去都不知道要怎么做成吃食 真的 要给我们发麦子 赵海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也不是免费给的 等秋收的时候 我要收回来同等的道子的魏弱道 虽然是自己庄子上的店户 但这样大范围的赠粮 魏弱也是不会随便做的 有时候好人难做 如果无条件赠送 难免受赠人中有贪心不足的 赵海还在出神 庄子里的仆人跑来通知 悠难农庄的于管事就带着车队抵达了彩丽农庄 赵管事 叫上你的人去搬麦子吧 魏弱的声音成功换回了赵海的思绪 他愣愣地点了一下头 然后快步往庄子大门方向跑去 一边跑一边喊人 看到停在农子门口的六大车的麦子的时候 赵海和彩丽农庄的其他人都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于管事走了过来 笑音音地对赵海说 赵管事的 麦子送过来了 你快些安排人搬进去吧 对 对 搬麦子 搬麦子 赵海激动地说道 魏弱缓步走到了大门口 于管事见到他 忙上前打招呼 东架魏弱点点头 然后对赵海说 赵管事 这位 事与管事 从今天开始 庄子账务上的事情会由他统一管理 但你的管事身份不变 我给你的月钱也不会变 之后我会有其他更重要的工作 安排给你赵海这人憨厚 是憨厚 肯干也是肯干 但不适合管账务 为了方便起见 魏弱打算两个农庄的账务 都交给于管事统一管辖 至于赵海 有他更好的发光发热的地方 赵海点点头 听邵东架的安排 现在你去通知庄子里的店户 我要派送麦子 你让他们排队过来领 领完签字按手印 等到秋收的时候 多交二十斤的珠子上来即可 微弱交代赵海 好 我这就通知下去 这回赵海反应倒是挺快的 得了微弱的指令 立刻就跑下去照办了 赵海走后 御管事感慨道 这采离农庄的农户们 都是有福气的 遇到冬家你了 不用像外头其他人家一样 卖宅子卖孩子了 你就当我 是做生意吧 预知他们一些粮食 回头还得再要回来的 微弱道 冬家又谦虚了 御管事笑着说 紧接着御管事又感慨道 如今这十里八乡的 舱中粮食富裕的 恐怕也就只有冬家你了 别家的 都是捉襟见肘的 有些地主家 虽然雇自己不是问题 但拿出粮食来分店户 是绝无可能的 魏若当然知道 如今这台州府内 粮食跟他这般充足的人家 并不多 怕是连官府的粮仓里 也没有魏若 这么多的粮食储备 魏若现在也不打算 出售粮食了 连带住新善线的粮铺 最近也关掉了 这话外头你别说 咱们关起门来 做好自己即可 魏若叮嘱于管事 冬家您放心 我也就在您面前感慨几句 莫说外头 手底下的人 我也不带说的 嗯 走吧 我们进庄子里去吧 把今天的事情办完 了再说 魏若说完 和于管事二人 一同进了采力农庄 紧接住便开始点前来 领取麦子的店户们们 发放麦子 同一时间 校尉府 苍云院 云市正对住账不发愁 去年庄子的收益 就不是很好 铺子也是亏损 原以为今年能好些 结果今年到目前为止 庄子上的情况 不容乐观不说 铺子还亏了不少钱 而刚刚他还收到了京城那边的信件 说家中大哥醉酒打人出了事情 府里卖了田地 换了好些银子 才将事情摆平了 如此一来 京城那边 今年是给不了他们补助的了 甚至有可能 雇自己都雇不来 虽说如今丈夫的俸禄涨了 可到了府城后 府里还添置了两个下人 日常开销用度也提升了一些 长子在学院读书 花效更是不少 云士揉了揉太阳穴 不管怎么算 今年的粮食空缺都补不上 而要购买粮食 以现在的粮食价格 府内的财务状况又十分吃紧 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今年开年才刚购置的新田 却不想这还没过几个月 因为铺子亏损 天气变化等原因 进到了不知如何运转下去的境地 看了半天没结果 云士将账簿推到一边 想换换思绪的时候 眼角的余光 瞥见了桌角摆放的茶包 云士看住茶包出了神 这是前几日 徐夫人来看望自己的时候 送给自己的礼物 是近来在城里兴起的红茶 如果若儿和徐家的这桩婚事能成 有徐家的帮衬 魏家如今的困境应能迎刃而解了吧 魏一琛在府中等了两久 终于等到了魏清婉回府 派到门口等候的小厮前来报告后 魏一琛便快步来到望眉院门口 让翠和将魏清婉叫来院门口 大哥这么急 寻我可是有什么要紧事 魏清婉柔声询问 第298章魏一琛质问魏清婉 看住站在自己面前 端庄委婉的魏清婉 魏一琛却不知道该从何问起了 晚晚 这几日你都在做什么 魏一琛询问 在同知府上课魏清婉回答 除了去上课 晚晚这几天还去过别的地方吗 魏一琛又问 今日去街市走了一圈 本是要去首饰铺子里看看的 不过没看到什么和心意的 最后只买了两条丝巾 魏清婉答道 紧接着一脸疑惑地反问魏一琛 大哥怎么突然问这个了 魏一琛看住魏清婉那双晶莹剔透的眼睛 多日来的疑虑发生了动摇 但保险起见 魏一琛又继续追问道 晚晚可有去过安州学院附近 前几日我有位同窗与我说 好似在学院附近看到过你 我去那里做什么 安州学院在城外 离城中甚不说 学院附近也不许女子随意出入的 我便是去了也进不去 即便我想念大哥了 也不会贸然跑去安州学院打扰 魏清婉回答 魏清婉说得有理有据 态度诚恳 将魏一琛的最后一丝疑虑也打消掉了 晚晚从小便听话懂事 从不做出格的事 别说是和男人私混这样经世骇俗的事情了 便是忤逆父母兄长的事情都不曾做过的 如此乖巧的妹妹 怎么可能是那日她所见的 与陌生男子临终相会的女子呢 人有相似 应当是她看错了 想清楚后 魏一琛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下来 紧接着对魏清婉道 不是你便好进来城里的流民多了起来 听说还发生过哄抢粮铺的事情 想叮嘱晚晚不要到处乱跑 你一个女子不安全 大哥放心 我不会乱跑的 我一介女子 除了去学堂学习 还能去哪里更何况 我也不像姐姐那般自在 可以到处走动为清婉说 说到魏弱 魏一琛的脸色不由地沉了沉 想到今日陆公子所言 嗯 晚晚要是出门 还得虚如今日这般 找嬷嬷侍女陪同 确保身边人手足够 魏一琛继续叮嘱 大哥放心 我会小心的 大哥也要注意安全 从家中到安州学院的路上 免不了会经过一些冷清地带 大哥切记要带府中 会些拳脚功夫的护卫 最好与同窗同行 魏清婉言辞间 满是对魏一琛的关心 嗯 我会得魏一琛心里揣着事 就没再跟魏清婉多寒暄 到了几声关心的话后 便离开了 魏一琛走后 魏清婉的神色变了变 手上出了不少汗 魏弱回来的比魏清婉晚不少 直到晚膳时间 魏弱才回来 如今男女分桌 用完膳的时候 魏一琛不仅没有机会 跟魏弱说话 连她的面也没见着 一直到晚膳后的品茶时间 魏一琛才见到魏弱 但阴住父母都在场 魏一琛不得不将询问 微弱的话压在了心底 魏明婷说起了近来流民四起 百姓无良的事 她是五官 这些事情不属于她的管辖范围 但如今发生的这些事情 已经不是谁的管辖的问题了 但凡有良知的人 都没办法做到无动于衷的 云士也与众人坦言 料如今家中的情况 然后提前给众人心里留个底 如今这情况 府里恐怕要缩减开支了 你们的月钱 有可能减到我们来府城之前的了 文言魏清婉率先表态 母亲不必担忧 女儿愿意主动削减开支 与家中共度难关 魏一琛沉声道 母亲 从这个月开始 我的月钱减半吧 我用不了这么多 今天我还赢了四宝斋的比试 得了他们店一个月的白纸供应 魏一琳想了想也跟住说 我不用什么月钱 我吃饱饭就行了 四个子女三人都开了口 就剩下身为长女的魏若 还安静地端坐在一旁 魏若发现大家都在看她 便不紧不慢地放下手中的茶杯 道 我的月钱就不用给了魏若此言一出 反倒是将最先表态的魏清婉 架在火上烤了 魏一琛身为家中敌长子 月钱本就是最多的 云是平日里还会额外补贴她一些 方便她平日里与铜窗出去花销 她减半的话 剩下的银钱也够她开的 不过日常节俭一些罢了 魏一琳年纪尚小 她院子里的仆人的月钱 是云是直接给的 赤川也多半是云是直接置办的 她有没有月钱没太大的影响 至于魏若 她敢说出这样的话 是因为她手上头有钱 家底封后 不要宫中给的月钱照样过的滋润 魏清婉最先表态 却不想从魏一琛开始 都直接言明了自己要减少多少月钱 倒显得她很被动 她月钱本来就将够 也没有魏清若这么多的私房钱 别说不要月钱了 就是减半太也难以支持日常开支 魏明廷开口道 道也不必如此 将我去年得来的那些赏赐 都拿去典当了 应当能维持一些时日 文言云是盲道 夫君 那可都是朝廷赏赐下来的 赏赐给我了便是我的了 也不是什么不能典当的物件 肯定是府中之人的日常开销 更为重要一点 魏明廷并不介意那些东西 相较之下 她觉得不该亏待了子女 可是这般传出去 云是还是要面子的 要是让人家知道 魏家典当朝廷赏赐物件 即便朝廷没意见 也会被人笑话的 没什么好怕被笑话的 我魏家本就是这么个情况 有多少产业和家底 是瞒不过他人的 如今大家的日子都不太好过 便卖些家底 是十分常见的事情 我听闻前些日子 费通判卖了城北的一个农庄 人家也不觉得有什么 魏明廷不在意旁人的眼光 本来就没这个本事的 没必要硬撑住门面 云是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眉头紧皱 然后下意识地看向魏弱的方向 长女手上有大笔的钱 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借用女儿手上的钱 虽然也不是什么体面的事情 但比起典当朝廷赏赐之物 至少可以不让外人知道 只要外人不知 也就无所谓体面了 第二百九十九章 如为男子必不输你兄长 魏弱感受到了云是递过来的眼神 却故意装作没看见 他可以不拿魏府的月钱 但想要他掏出银子来养家 他就没这么大方了 只要他不主动提出来 云是就很难开这个口 父母拿女儿的私房钱 这事搁在大门大户里 可不是什么体面的事情 除非外人不知道 知道的话 丢脸程度丝毫不亚于典当 无视了云是的目光后 魏弱装作若无其事地 询问起魏明廷流明的事情 父亲 这些日子涌进城的流明府衙那边 打算怎么处置 魏明廷叹了口气 也没什么 好的处置方法 我本想将他们征兆入伍的 奈何难民之中 也不全是成年男子 老人小孩占的大多数 即便是有年福利强的男子 也多半是托家带口 如果单招男子入伍 留下来的家人 在这荒年里 更不知道如何活了 而府衙那边即便有心收留 却也没有好的收留之处 闻言为一称询问道 如果和之前新善县一样 安排他们去开荒呢 当时大妹妹和县衙 一起安排流明 去参与城南荒地开墾 收获颇丰 不仅安置了流明 还成功地改良了荒地 带来了今年夏天的麦子丰收 一举两得为民庭 想了想 去年的时候 新善县的流明还少一些 到了今年灾荒的范围 进一步地扩大了 流明数量越来越多 不仅仅是如今城内外的这些流明 据说正有大量的流明 从其他地方涌进来 但不管怎么说 要是朝廷能安排一部分人 开荒自己自足的话 总好过于没有 多少能缓解一些问题 说着魏明廷和魏一称 同时看向魏弱 如果要做成此事 魏弱是很关键的一环 因为这事不是谁都能做得来的 目前做成过的也只有魏弱 不然前些日子 七皇子也不会特地来辅上请魏弱 被拒绝后 还多次派人上门 给魏弱送礼说好话 魏弱回答 姿势体大 如今在做组织流明开荒的事情 要比新善线的时候 要麻烦树碑布置 一来是涉及到的流明更多 待开墾的荒地的范围 也更广泛 所需动用的官府人员 也必然更多 加之还有援府 七皇子等人 可能都会参与进来 届时事情 就非我一介女流之辈 能左右得了的 故而还需再在意 文言魏明廷表示认同 若而说的有道理 此事确实不简单 须得三思而行 魏异称问魏弱 那若而妹妹觉得 线下有什么事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吗 魏弱回答 我们且先静观其变 一方面看看朝廷有何安排 再者看看 台州府内的其他 世家名门的动向 我魏弱在台州府 终究是根基薄弱的 且父亲是五官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 就在一世 都不该由我们出头 魏弱就算欣系百姓 就算愿意抛下 对楚兰的成见 与其再度合作 也不敢在如今 这种情况下贸然参与 魏异称也表示了赞同 若而妹妹所言极是 魏明廷不由道 若而如为男子 必不输你兄长分毫 魏异称也认同道 大妹妹是有大才之人 魏异称虽不认可 魏弱作为规格女子 所做的一些事情 但魏弱的才华和能力 她是十分认可的 这时魏亲吻插话 父亲 女儿听闻如今 府城里头的富贵人家 家中粮食储备十分丰厚 女儿觉得 如果他们愿意出手相助的话 应当能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灾民压力 魏明廷道 晚晚说的是 台州府内家底充盈的人家 过去那些年积攒了不少 粮仓也是常年储备满的 只是如今这光景 即便是家底充裕的 也不敢随便将粮食拿出来了 这个法子如果可行 府衙那边早就行动了 不至于拖延到现在了 魏一称意道 更何况这些流民 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 如让城中富户 拿粮食救济 也不知道救济到何日是个头 而且其他地方的流民 得到消息 怕是要涌进台州府城来 到时候情况只会更加糟糕 魏亲吻的想法 遭到了魏明廷 和魏一称的共同否定 魏亲吻有些难过地低下了头 魏一称见状安慰道 晚晚不用在意 你本来就与这些事情接触得少 你读的女界一类的书籍 一般也不会涉及这方面的知识 思考欠周 是人之常情 你有这份心 魏明思考就已经很不好了 魏亲吻点了一下头 他也知道 这不是他所擅长的事情 只是心中有些不甘 魏若可以与父兄高谈阔论 自己却只能在一旁看住 而后魏明廷 魏一称和魏若三人 又就栽民和粮食欠收一事 说了好些话 虽然最终没有得出什么结论 但讨论中妇女三人的观点 出其的一致 闲谈结束后 众人先后离开了苍云院 魏一称见魏若离开 便立刻跟了上去 在出了苍云院后追上了他 若儿妹妹魏一称来到魏若跟前 拦住魏若的去路 如今已经夏日 天黑的晚 即使已经用过晚膳了 天空也依旧泛着白 大哥喊我有事吗 魏若问 今日大妹妹让陆公子带话给徐兄了 魏一称问 恩魏若坦率地承认 你这般做多有不妥 婚姻大事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岂可私下 魏一称顿了顿 而后道 再者 陆公子始终是外人 这些事情 你与家中父母兄长说说无妨 说与外人多少有失体统 多谢大哥提醒 我下次会注意的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魏若也不与魏一称多做争辩 魏一称的眉头非但没有舒展 反而皱得更深了 若儿妹妹先别走 大哥的话还没说完 魏一称叫住魏若 魏若便继续看住他 等着他把话说完 魏一称看住魏若那双清冷的眼眸 不由的有些难过 沉思片刻后 魏一称继续说 你当真不想嫁 大哥会帮你想办法 但私底下 你不要过多的与徐兄接触 免得落人口舌 第三百章不会违背你的意愿 紧接着魏一称从怀里掏出来徐丰元写的信 规格女子不宜与外男友书信往来 今日这书信是徐兄询问你为何抵触两家婚事的 你看之后不要回信 有什么想法直接告诉大哥 大哥帮你将话带给徐兄 魏若审视这位 一称那认真严肃的表情 问 大哥当真会帮我带话 即便我是想要破坏这门亲事 只要不是出格的话 我都会帮你带到 不会违背你的意愿 魏一称承诺 魏若没接话 而是端详住魏一称 魏一称感觉到了 魏若对自己的不信任 有些失落 但又觉得无奈 便又补充到 魏家的门眉当由家中男子来称 万不会靠着女人高义来巩固的魏 称在这方面深受父亲魏明廷的影响 认为家中姊妹自当在娇宠中长大 一生顺遂变好 魏若道 那就有劳大哥了 然后 接过了魏一称手中的书信 当着魏一称的面将书信打开 内容挺简单的 并无什么余局的地方 通篇表达的意思是 客气地询问魏若可是对徐家 对他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又或者是有什么误解的地方 希望能够及时沟通 避免误会 而为了避免信件落入旁人之手 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书信并没有抬头落款 魏若看完后 又将信件还给了魏一称 麻烦大哥告诉徐公子 我对他和徐家并无任何不满 只是自知性情当不起当家主母的大任 更何况徐公子日后是要入室为官的 而我是从小在乡野间任性惯了的人 坐不来贤内住 也受不得那般拘束 好 大哥知道了 大哥会将弱儿的意思 带给徐公子的 魏一称点了点头 然后不再阻拦魏若 目送魏若往庭松院的方向走去 直到魏若的身影不见了 魏一称才将自己的目光收了回来 今天了缺了两桩心事 魏一称感觉轻松了许多 往回走的时候 魏一称遇到了魏一灵 他就站在转弯处 小眼睛正看住魏一称 你刚刚一直在看住我和你大姐姐 魏一称问 恩魏一灵点了一下头 我可不想看你俩又打起来 不会的 上一次是大哥冲动了 当时父亲病危 意识心急 没能控制好自己 这才 误伤了你大姐姐 以后这样的事情 大哥会尽量避免 不可再犯 魏一灵重重点头 那就好魏一称 笑了 忍不住摸了摸魏一灵的头 你现在真的越发的懂事了 都知道操心大哥大姐之间的事情了 我本来就很懂事的 我当然希望大家好好的 虽然我以前挺不喜欢大姐姐的 觉得是因为她 才让婉婉姐姐不开心的 但是相处下来 我觉得她也没有那么讨厌的 而且还有一点可怜的 而且她是我们家的人嘛 身为家里男人 当然应该保护好家里的女人的 恩魏一辰摸着魏一灵的脑袋 大哥后面在家的时间会越来越少 父亲也要时常待在军营里 以后家里还要靠你 大哥放心交给我吧 魏一灵拍着胸扑道 兄弟俩一边说 一边回了各自居住的院子 回到听松院后 秀眉文未若 小姐 刚刚大少爷说的是不是真的 她当真会帮小姐 拒绝徐家的婚事吗 夫人可是非常看好这婚事 看府里这几天的动静 怕事 信不信都没关系 不影响我的打算 真把我逼急了 我可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了 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只要我不怕换名声 主动权就是捏在我的手里面的 云氏能拿捏魏若婚事的前提 是魏若顾念自己的名声 还想要日后嫁个如意郎君 只要魏若豁得出去 那主动权就在魏若自己的手里 当然魏若也知道这件事情 他还是要掌握分寸的 不能做了头 真要是过了 魏家为了名声 直接让他一条白铃吊死了 那他就真的没得说力去了 魏若回到房间 开始看账簿 最近的账簿有些多 除了奶娘和鱼管事 能帮他处理一部分外 其他部分魏若基本上 都要自己核对 亲力亲为 秀梅在这方面帮不上什么忙 每当魏若挑灯看账簿之时 他也只能为魏若煮些深茶和宵夜 在旁边陪同伺候住 魏若目前手上的铺子 除了粮铺已经关门暂停营业外 其他铺子还照旧 营业情况肯定没有之前的好 但也都是赚钱的 尤其是白酒这一项 收益大大超过了魏若的预期 每天两坛酒 稳定卖98两银子 卤味铺子50两 卖最先居的48两 四宝斋方面 纸张依旧是供不应求 府城内能买得起这纸张的 本就都是贵族子弟 舍得在读书仪式上花大价钱的 即便是如今外头形势不好 也影响不到这些贵族子弟的日常开销 笔墨宴台销量有所下滑 所以上一次魏若特地让四宝斋 举行了活动 以藏邻居室的墨宝 和一年纸张供应为奖品 吸引广大文人墨客前来 为的就是增加一波销量 去一波库存 之后在进货上 它会适当减少笔墨宴台的购入 避免挤太多的库存 因为笔墨宴台 都是从别处进货的 一旦库存挤压 对它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卤味铺子的销量 倒是没什么变化 本来这段时间的销量 应该是要下滑一些的 但又阴住百里香的热度 带动了鲁味的销量 综合下来 每日的营业额 与之前相比倒是差得不大 最先居那边的调味料供应量 最近也基本保持不变 原因魏若估计着 和鲁味铺子的情况大差不离 大概是百里香的推出 增加了客流量 对冲了因为最近经济不景气 引起的客流下降 新善县那边的香菇种植产业 今年上半年扩大了不少 尤其是那波寒潮之后 魏若更是加大了 对军沽种植的投入 最近几乎新善县西面那附近 所有适合种植香菇的山洞 全部买下来了 第301章 徐夫人再次登门 如今每日出产的香菇量 比之前增加了5倍 除却在新善县及市场出售外 还销往府城这边 每日卖剩下的香菇 则全部制作成香菇酱 放在魏若几个 还在营业的铺子里面出售 为此也雇用了一大批附近的村民 解决了不少农民的吃饭问题 为此把新善县的前置县给乐坏了 几次提出想要见他这个幕后老板了 另外就是余生茶园的生意了 那边魏若是合伙人的身份 不需要魏若全程操心 每月范成旭会将账卜和收益 给到魏若核对 范成旭虽然狡诈 但真的合作起来还是很诚信的 目前为止 魏若还没有发现 他有在账卜上动手脚 以上的这些铺子和生意 为魏若带来了丰厚的获利 让魏若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 去置办产业 发展农业 到目前为止 扣除魏若最近扩张军沽种植的花费 和买下采力农庄的花费 魏若这半年 还有整整1600多两银子的盈余 这是一笔非常丰厚的财富了 估计为银子的事情 犯了半天的愁的于是 是做梦也想不到 他的女儿有着这么惊人的赚钱能力 云氏所惆怅的事情 在魏若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 只要魏若愿意 以他的赚钱能力和已有的财力 可以轻轻松松帮魏府化解危机 核对完账簿 魏若伸了的懒腰 再看看外面的天色 已经是紫时了 最近魏若几乎每晚都要忙到这么晚 秀梅端上深茶 小姐 喝口深茶再吃点东西 然后早点歇息吧 你再这样下去 又该把自己弄瘦了 回头奶娘又该怨我没有照顾好你了 你可别胡说 你天天给我做好吃的 把你家小姐我吃的都胖了一圈了 哪里有瘦 魏若说着站起身来 那手笔画了一下自己的腰身 小姐 你人是没胖 就是这胸大了一圈了 秀梅十分时长地说 魏若低头一看 细细地回想了一下 好像真的是这么一回事 哎 没办法 成长了呀 羽然到一定时间 这胸部可不就长起来了吗 这可不是个好事情 再长下去 我女扮男装就成麻烦了 魏若还有些发愁 小姐这女儿家的身体 该怎么长就得怎么长 你可不许为了女扮男装 方便生出什么奇怪的心思来 秀梅严肃地警告魏若 一到这种日常生活起居上的事情 秀梅就又要变身管家婆了 好没没 我保证不乱来 最多就是后面稍稍缠胸 魏若忙到 虽然她有能力透过吃药 抑制自己的身体发育 但这不利于健康 这里头的轻重 她还是分得轻的 只是眼下她还需要 许和佑这个身份来做很多事情 还需要女扮男装 小姐你自己注意 别伤害到自己的身体就行 秀梅也只能叮嘱 嗯 放心了 好没没 你知道我很惜命的 哪里会随便伤害自己的身体 魏若拉着秀梅的双手撒娇道 好了 快点吃了东西去休息 不准再熬夜了 秀梅又板起了脸 好好好 马上 魏若当即遵命 乖乖地吃完东西 洗漱完上床就寝 云是思索了几日 还是打算将金春刚买的那四百亩都卖了 一来这土地确实贫瘠 虽然春种之前试了一波肥了 但似乎还远远不够 后续长得苗情并不好 再加上那波寒潮影响 这看出情况并不好 二来未来这段时间的天气还不好说 即便是已有的秧苗也不能保证到秋天的时候就能有收获 与其这样不如先卖了 换了钱 撑过这阵子 而这么做虽然也有损颜面 但也好过于他丈夫所说的 便卖掉赏赐之物 同时府里的开支也是要削减的 按照那日所说 云是要将各院的月钱都减至搬来府城之前的 对于云是的决定 魏明廷没有钱欲 他常年在军营 家中的田产铺子各项进出 一项是妻子做主的 身为丈夫的他选择相信妻子的每个选择和决断 只是虽然云是这么安排了 真正要将田地卖出去 却没这么容易 如今这情况 大家都不随便购置田地了 万一今年收成不好 白白搭进去了银子 却换不来粮食 不如直接拿粮食买粮食 至少有个保障 这么过了两日 徐夫人登门拜访云是 云是热情相迎 徐夫人 这是什么风将你吹了过来 而我这几日忙得厉害 都没顾得上去府上拜访 卫夫人不必这么客气 徐夫人 微笑住 紧接住询问起 卫家卖田的事情 我听说卫夫人这几日在出售田地 闻言 云是面露窘迫之色 他自然知道 卫家出售田地一事 肯定是瞒不过城中之人的 但被徐夫人当面问起 云是还是稍显尴尬 云是只好解释 那地有些贫瘠 而今年天宫又不做美 我便想着及时止损 提前卖了 减少损失 云是是要脸面的 断不能说是 卫家如今周转不灵了 才这么做的 徐太太浅浅一笑 然后说 说起来 我也是托了大姑娘的福 如今庄子里的秧苗 长得还算可以 才使得今年的收成 还有些指望云是谦虚到 也是 刚好遇到这孩子 知道的事情了 徐夫人又说 我还听说 七殿下最近想请他出山帮忙 云是盲解释道 是有这么一回事 但是若而他拒绝了 他一见女流 帮殿下做事多有不便 在新善县之时 他也很少亲自去田间 都是透过府中摸摸传达下去的 不管是以何种方式 新善县 开晃一世 大女孩都功不可没 她的能力无庸置疑 徐夫人满脸慈爱的笑容 眼底竟是对微弱的欣赏与肯定 徐太太谬赞了 云是的脸上 也不由地浮现出笑容 别人夸自己的女儿 身为母亲 心里自然是高兴的 也难得的 徐夫人不介意自己女儿 这喜欢往田间地头跑的性子 还觉得这是一项本事 让她深感欣慰 第302章 英语婚事 徐夫人又对云是道 我想着 既然大姑娘有这般学识 那魏夫人的田地 要是卖了就太不值当了 不如交给大姑娘好好打理 云是笑容有些苦涩 她倒是想过让女儿帮忙的 奈何女儿已经回绝过她了 用的还是 她从前劝说女儿 不要总去操心农事的理由 徐夫人接着道 不瞒卫夫人 我家在城东 往东十里地的地方 有一个小农庄 离得有些远 我打理起来也怪麻烦的 我想着 要不将她作为谢礼 送予大姑娘了 这如何使得 徐夫人这使不得的 云是盲道 大女孩不止在 央苗仪式上帮了我 还治好了 加工的咳嗽之症 这份礼 她受得起的 徐夫人微笑着说 紧接着 徐夫人又补充道 我和大姑娘投缘得很 不光是我 我家老夫人 和老太爷 也都喜欢她 我徐家又是耕独世家 农耕起家 有爱大姑娘 这活泼直爽的性子 云是愣了一会儿 再看着徐夫人 那满面春风的脸 恍惚间 好似明白了什么 徐夫人说 这是谢礼 但应当不只是 谢礼这么简单 如果单纯是谢礼 不应该是现在才送 早在前些日子 就该送了 而前些日子 徐夫人刚跟她提过 两家结亲的事情 她这边迟迟没有回应 前两日 她刚放出风声 去要卖自己的 四百亩田地 徐夫人就过来寻她 一边劝说她 不要卖地 一边又要 赠她女儿农庄 这里面的意思 云是要是闹补 明白 怕是白座 为夫人这么多年了 云是思索了片刻后 脸上多了几分笑容 徐夫人对小女 如此厚爱 当真是小女 修了几辈子的福气 夫人的这份谢礼 我先带小女收下了 他日有机会 再让小女 当面谢过徐夫人 徐夫人会了意 继续往下说道 不知道上回 我与魏夫人提的 那桩事情 魏夫人考虑得如何了 我想着 要是日后两家 能结情境之好 魏家的事情 就是我徐家的事情 当互相帮忙 共进退 这话说到了 云是的心坎里 脸上的笑容 不由得更浓了 我心里自是高兴的 只是若而这孩子 性子有些也 日后怕是要让 徐大公子多担待了 云是道 见云是松口 徐夫人洗上霉梢 两人又相去甚远 最后云是亲自 送徐夫人到门口 再目送她的马车远去 再回来后 云是到前院找魏明廷 将此事告知了魏明廷 魏明廷眉头紧皱 你答应得太快了 此事还是应当 与若儿商量商量 而且我说过 女儿不必这么早出嫁 云是解释道 夫君放心 如今我只是答应了 徐夫人正式说没 之后她会安排 没人上门 便是后面提亲了 先把亲事定下 正式成亲的日子 可以往后推一些 等流程走完 若儿正式出嫁 也是两三年后的事情了 云是又补充 夫君放心 此事我也不敢一人做主的 前一次徐夫人表明态度的时候 我已经书信给京城的老太爷和老夫人了 二老对徐家也甚是满意 云是今日敢直接给徐夫人明确的态度 除却徐家确实对她的意志外 便是京城里的老伯爷和老夫人给她的底气 老伯爷和老夫人都点过头的事情 那她答应下来也不算是自作主张了 听到这话 原本有话想说的魏明廷也只能将心中的话压下 府中的这些事情确实不是她擅长的 而妻子所言也不错 徐家确实是良配 她挑不出来任何的错来 女儿这个年纪一轻也合情合理 她没有阻拦的理由 魏明廷思索了一会儿后对云师说 一清一世夫人多与弱儿说说 她回复时间不长 对深宅大院的生活也不适应 万一她不喜欢那样的生活 你还是当以她的想法为主 我不求她大富大贵 指望她平安顺遂 夫君放心 我会好好与弱儿说的云师答应 紧接住声音慈爱地解释道 弱儿是我们的女儿 我自是希望她这一生都能平安顺遂 我也考虑过让她随着性子 嫁一个农耕之家 好让她日后可以不必太过拘束 但夫君也知 如今这年头 那些农耕之家日子都不好过 不像徐家这样的高门大户 衣食无忧 且这徐家也不是一般的人家 他们本就是耕独之家 徐夫人又很看重弱儿 弱儿的那些事情她也都了解 不仅不认为有任何问题 反而非常欣赏 正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后顾之忧 我才会答应下来的 问 夫人和弱儿拿主意即可 魏明廷便不在此事上多说什么 在向魏明廷报告了整件事情之后 云士回到后院 把李嬷嬷和张嬷嬷都叫到了跟前 与他们交代 与徐家疫情相关的事宜 李嬷嬷是从伯爵府里出来的老嬷嬷 规矩上的事情她懂得最多 而张嬷嬷是在李嬷嬷受罚阶段成为云士左膀右臂的人 故如今两人在府中的地位相当 云士将两人都叫来交代事情 可见她对即将到来的与徐家疫情相当看重 得知事情与徐家疫情的事情确定了下来 李嬷嬷和张嬷嬷是神情各异 李嬷嬷暗暗咬牙 居然这是真的要成了 魏清若这剑蹄子当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先前就已经这么嚣张了 有了徐家这门亲事在 那小剑蹄子还不眼睛长到头顶上去 到时候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她这个老婆子了 张嬷嬷有些担忧 她如今面上是夫人的人 实际上是大小姐的人 这桩婚事大小姐并不满意 她是知道的 如今夫人并未争得大小姐同意便答应了下来 大小姐知道了估计心里头会很不好受吧 于是张嬷嬷硬住头皮询问于是 夫人此事大小姐可知晓 她只知道我和徐家都有这个异想 今日答应一事我还未与她说过 你们两个回去后也不要跟她说云事的 维言张嬷嬷心中的担忧更甚了 她得找个机会将消息传递给大小姐 好让大小姐有个准备 第303章你二哥让你等她 幼南农庄里剩下的两成田地 如今已经种上了未若空间出产的芋头了 由于庄子里的人对于水域的种植不是很熟悉 未若时不时的就要过去田里视察 确保这些芋头的情况 以防出现病虫害及其他医疗之外的问题 过今日一早 未若便提前出门 先去了幽南农庄 将事情都忙好了之后 再回到城内 等到未若和秀梅回到天庆园的时候 已经是快中午的时候了 原家三姊妹此刻都去用膳了 王采薇先生还在学堂里坐着 看到未若 王采薇冲她招手示意她到自己跟前来 未若来到王采薇的跟前 鞠躬致歉道 抱歉王先生 今日又耽误了半天的课 不必次次都道歉 我早说过了 你所做之事 比书上得来更 深刻 我是支持你如此的 王采薇道 多谢先生 未若还是很感激王先生的体谅的 王采薇接着对未若说 你兄长给我回信吗 他说让你等等 他过两天便回来了 你说的那件事情 他回来后会帮你解决 让你不要做其他的傻事 此时二哥他未必能帮得了我 未若认为二哥能阻止得了这一次 云氏和徐家结亲的念头 不一定能阻止得了下一次 在他如今身处的世界里 女子到了年纪就要婚嫁 尤其是身在高门大户的女子 婚嫁由不得自己做主 便是出家作孤 也不会容许一直带字归中的 所以二哥没办法帮他解决根本问题 最后还是得去寻一个合适的人血 让他嫁了 王采薇不懂未若在这件事上的想法 只能传达魏锦翼的意思说 你可以相信你二哥的 他既然这么说了 便一定会说到做到 你不必太过忧心 我知道了 未若没继续辩解 眼下寻找合适的人血 也已经不是最迫切的了 因为徐家已经表态 云氏也已经松口 所以当务之急是想办法破坏这桩婚事的进行 而不是寻找他认为的更合适的婚嫁对象 三姊妹原家用完午餐回来 看到未若回来了 三姊妹围了上来 若若 我听闻徐家最近好像要找媒人 去你家说媒了 是真的假的 元九娘询问道 我也听说了未若打倒 没错 她也是听说 因为云氏还未正式与她提过这事 大概云氏也知道找她谈她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所以钱翠不找她谈 直接将事情办了 让她想拒绝也拒绝不了 毕竟婚姻大事 素来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 轮不到她发表意见 啊 若若你怎么听说 元十娘很是不解 大概因为婚姻大事轮不到我做主吧 未若道 文言原家三姊妹互相看了一眼 有些同情未若 但同时也知道 他们三个也并不会比未若好到哪里去 等轮到他们的时候 也大概就是这么个状况 元七娘安慰未若道 若若别难过 徐家大公子是台州府里数一数二的贵公子了 财貌双全 文武兼备 全城都在南找出第二个如他这般的人中龙凤啊 元九娘紧跟着说 是啊 上一回在余生查宣 若若你也是见过他的 那身自容貌 除了你大哥便无人能再与他相比的了当日的赛龙舟和头湖 他的表现都极为优异 可见那些传闻并无虚假 元十娘点点头 对对对 我听说了 城里好多人家都想和徐家结亲呢 这回 不知道要有多少人要羡慕若若你了呢 反正都要嫁人了 嫁个优秀的人总比嫁个平庸之辈强吧 元家三姊妹的心里是这么想的 故而这么安慰着未若 谢谢你们安慰我 没事的 我会处理好的未若冲元家三姊妹笑笑 此刻的他心里已经有了应对之策了 自是不会消极难过的 徐家要派没人上门说没的事情传开了 在同知府内上课的几位小姐对此都充满了好奇心 于是等徐家小姐徐妖军来的时候 几人便追问他事情的真假 是真的徐妖军给了肯定回答 语气和脸色都不是很好 之前他对此事没什么意见 但上次和魏清若起了冲突之后 他就对魏家姊妹都有了意见 他不喜欢魏清若嫁进他们家 但他的意见没有用 祖父母喜欢魏清若 他母亲也认可 他的意见就被忽略了 徐妖军的目光落到了坐在角落里 漠不作声的魏清婉的身上 他大步走了过去 在魏清婉刻桌对面的位置坐下 双手在树岸上交叠 眼神挑衅道 看起来你还是不如你姐姐有本事 居然能凭真手段攀上我们家的高枝 魏清婉不想搭理他 把头撇向了一边 别装了 你们魏家姊妹每日摆出一副 清高自傲的样子 不就是想要攀个高枝吗 装给谁看 问 徐妖军嘲讽道 徐小姐 你说的是我姐姐的事情 跟我没关系 魏清婉撇清关系 怎么没关系 你姊妹俩不都是一个德行吗 我以为他能比你好一点 现在看来他比你的手段更高明一些 徐妖军一脸比一的说道 紧接住又用嫌恶的目光打亮魏清婉 你看看你 容貌身段都是上加的 也比你姐姐会惺惺作态 怎么他都攀上高枝了 你还一点动静都没有 别到时候他高架了 你却只能寻个穷秀才 魏清婉冷着脸道 徐小姐放尊重一些 我魏家有勋觉在身 论身份地位 丝毫不比你徐家差的 除了拿你伯爵府小姐的身份说事外 你还能不能有点别的心意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家最近都穷得借不开锅了 你母亲在卖你家的田地 削减你家的开支 都这样了 你还在这里跟我摆什么伯爵千金的谱 徐妖军笑着嘲讽道 被戳中痛楚的魏清婉咬了咬下唇 徐小姐既然知道我姐姐比我厉害 为何不去找我姐姐 纠缠我做什么 要和你兄长定下亲事的人并不是我 第304章 撕毁神秘男子 哼 又是这副模样 说你两句就红眼睛 跟眼泪不要钱似的 这里没有男人 也不知道你这新兴作态 是给谁看的 真没意思 徐妖军顿觉无聊 冷哼一声后起身 转身离开 不再理会魏清婉 魏清婉垂下头 捏了捏衣袖 将这份委屈压下 他在心里告诉自己 他不该为了这样的人和事 耗费自己的心神 他有自己要珍惜的人事物 等到下课的时间 魏清婉和贴身丫鬟翠和 一起走出了同志府 上到马车上 翠和忍不住安慰魏清婉 小姐你别难过了 大姑娘这事是他运气好 我没什么好难过的 他能高架是他的本事 刚才和徐妖军奚落我的时候 我确实有些不舒服 但不是因为魏清若能高架 而是徐妖军所言魏府如今的情况 确实属实魏清婉解释 魏若和徐丰元一轻一事 对魏清婉的影响 比翠和等人想象中的要小得多 翠和发现他家小姐的性子 最近真的变了不少 没有那么容易伤感和悲观了 他也不知道这样是好事还是坏事 马车行了一半 经过一家绣品店的时候 驾车的老奴仆熟练地将车 拐进了旁边的巷子里 停了下来 这几日魏清婉上下课的路上 都会经过这家绣品店 而每次他都会让车夫停下来 静去坐坐 魏清婉这些日子 在跟里头的一位技术顶尖的绣娘 在学苏绣 为了日后自己绣出更好的嫁衣 故儿每日都会在这店里 待上约某一炷香的时间 每次停留的时间不长 故儿魏府上下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翠和和驾车的老奴仆 是唯一知情的 但因为那绣娘传授手艺是保密的 翠和也不能进到屋里去 每次都只和驾车老妇在外面守住 屋内 魏清婉的对面站住的并不是绣娘 而是一名年轻的男子 男子面若关玉 身姿挺拔 竖发紧衣 气度不凡 见到男子 魏清婉不由的面颊飞红 如两朵早春盛开的桃花一般 他害羞地低垂下了头 男子上前 动作轻柔地将魏清婉拥入怀中 魏若回到府中 又一次见到了来寻自己的秦嬷嬷 楚兰真的有毅力 这都一个月了 他还没放弃 秦嬷嬷见到魏若 态度依旧恭敬 大姑娘回来了 殿下有些东西 托老奴送给大姑娘 魏若瞥了一眼 秦嬷嬷带过来的东西 是茶叶 火酒 看包装 应是余生茶宣 正在热卖的红茶 和醉鲜菌卖的百里香 秦嬷嬷身后带的两个丫鬟 还抬着一箱子的东西 都是些寻常人家 不太舍得用的物件 秦嬷嬷 今日来还是为了那桩事情 魏若问道 是的大姑娘 如今城内流民的情况 越来越严重了 再这么下去 台州府都不会太平的 秦嬷嬷到 五月初 楚兰第一次派秦嬷嬷 来找魏若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情况还没有这么危急 如今一个月过去 事情更加严重 朝廷那边已经派了人 进行干灾了 然而这两年下来 国库也空虚 受灾的范围又广 这灾也不好干 皇上头疼 在朝堂上发了几次火 世人都能看出来 谁能帮皇上 解决这个大麻烦 谁就能得到 皇上的嘉奖和青睐 如此一件大功 放在众人的面前 楚兰没道理会放过 所以他难得的 对一件事情 这么有耐心 即便魏若拒绝了 这么多次 他依旧 孜孜不倦地 派人来请魏若 我听闻 六皇子被派来赈灾了 魏若忽然问了 秦嬷嬷 一个看似 没有关系的问题 魏若虽然只是个 小老百姓 但好歹有 袁夫人这个频道 有些朝廷里的消息 他还是能听闻一些的 却有此事 算算时间 应该已经在 泰州府了 也或许更早一些的时候 就已经到了 具体的情况 老奴也不是很清楚 秦嬷嬷回答 魏若问这话 就已经说明 他清楚楚兰这么 助击地想要他 帮忙的一部分原因 如今六皇子 和七皇子之间 竞争激烈 皇上派一个去抗窝军 派另一个赶灾 就是在考验二人 嬷嬷 我只是一介女流 人为言轻 魏若对秦嬷嬷嬷道 话没有说清楚 但魏若知道 秦嬷嬷嬷 是能明白她的意思的 忠义伯府 在两位皇子面前 都如同蝼蚁一般 又何况魏若呢 魏若不想站队 也不想卷入 这场纷争当中 秦嬷嬷收起了笑颜 大姑娘的担忧 是有道理的 只是大姑娘 我家殿下的耐性 也是有限的 大姑娘这般 不给我家殿下颜面 是否是 没把我家殿下 放在眼里呢 说到最后 秦嬷嬷的眼神 骤然变得凛冽了起来 先礼后兵 楚兰已经礼了很多次了 但魏若一直拒绝 所以现在她要兵了 秦嬷嬷接着又提醒魏若 大姑娘 殿下可以让魏府容 也可以让魏府损 或许大姑娘 对魏府的容 不是那么在意 但对于魏府的损 大姑娘总该 放在心上些吧 这威胁已经十分明白了 对七皇子来说 要除掉一个 已经是魏末之事的魏府 并不多难的事 魏若看住秦嬷嬷冷下来的脸 并未太过惊讶 她自然是希望能够 透过比较友善的方式 避开楚兰这个麻烦 但是从一开始她也想过 楚兰这样的人 未必会接受她的拒绝 所以前几次她拒绝过后 魏若都会思考 要是楚兰什么时候 没了耐心软的步行 来应得她到底该怎么应对 过而当她看到 秦嬷嬷翻脸的这一刻 反应依旧平静 只不过心里 还是忍不住暗暗地 将楚兰从头到脚骂了一个遍 功劳没给她安排明白 找她干活的时候 还要搞威胁 真是的狼心狗肺的混账东西 嬷嬷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并非不想协助七殿下 魏若改口道 神色如常 不慌不忙 只是七殿下 所要做的这件事情 并不容易办成 还需从长记忆 大女孩此话怎讲 请嬷嬷好奇地看住魏若 第305章 我有应对之策 从前新善县城南开荒 地少 人少 开支自然也少 在开荒的农民种出庄稼之前 他们的吃穿用度 很多都是府衙和殿下在承担 相信殿下知道 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魏若道 此事老奴是清楚的 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那嬷嬷你说 如今范围扩大至 台州府的流民 数量翻了数倍 在众人种出庄稼之前的开支 得有多少 魏若问 秦嬷嬷没有立刻回答 但是她的神情已经告诉魏若 她知道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魏若接着又道 况且 流民灾民的人数越多 管理起来的困难程度也就越大 就需要更多的人参与管理调剂 以免出现各种乱子 秦嬷嬷再度沉默 她当然能够听懂魏若的意思 就是一般百姓 人数一多也不好控制 更何况是失去家园 失去土地流民 灾民 大女孩的意思是 殿下所提议的方法不可行 秦嬷嬷问 恕我直言 单靠七殿下 如今待在身边的这些人手 是远远不够的魏若坦言道 殿下也不是一定要将全部的流民 灾民安顿好 如果只是挑选一小部分 将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难度和之前新善县城难相似的话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 秦嬷嬷道 魏若微微一笑 嬷嬷 如果和之前一样的规模 殿下又何苦费着心呢 同样的功劳已经有过一桩了 再来一桩意义又有多大呢 殿下如今想要做成此事 必是奔着能解决整个 胎州府的灾民问题 奔着更大的功绩去的 对吗 魏若的话直中要害 秦嬷嬷没了反驳的话 思索片刻后 秦嬷嬷道 大姑娘是打算用这两个借口 来拒绝殿下吗 魏若 倒也不是完全拒绝 我只是觉得此事 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解决 大女孩的意思是 你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秦嬷嬷忙道 算是把魏若打倒 如何解决 秦嬷嬷追问道 我的这个解决方法也很简单 既然此事光有殿下 和我一介草名不够 那就应当让原家 以及胎州府的一众权贵 一起参与进来 将可调用的资源 全部调用起来 如此方有机会能成事 魏若道 让胎州府内的权贵们都参与进来 可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秦嬷嬷道 我知道 嬷嬷放心 我既敢提出这样的解决之法 自是有说服之策 魏若打倒 看出魏若带着自信的眼眸 秦嬷嬷沉思片刻后说道 大姑娘所言老奴无法回答 须得回去请示了殿下 嬷嬷尽管去请示 魏若神色坦然 魏若将事情分析完毕后 秦嬷嬷片刻不敢耽搁 立刻离开了校卫府 赶回去与楚兰汇报 秦嬷嬷走后 秦嬷有些担忧地询问魏若 小姐 七殿下要是答应了下来 那我们岂不是依旧要和七殿下 牵扯到一起去 魏若道 目影于灵 大家 全都参与进来的话 就不会显得魏家和七皇子之间的联系 特别紧密了 而且到时候真要有功劳 也不会全算到七皇子的头上去 秦嬷扁了扁嘴 替魏若愤愤不平 说到底 还是七殿下太不人意了 小姐明明帮过她一回 如今竟还威胁起小姐来 这都还是算他们小姐 就七皇子的那一回呢 魏若道 谁让她的身份摆在那 我惹不起也躲不起 不过这是要真能成 对我而言 也不是全然没有好处的 至少我能切实实地 帮一些受灾的百姓 还能急住这个机会 拖住和徐家的婚事 到时候田间地头多跑跑 也有机会弄个不守女的的坏名声出来 为弱势有心 要为这些流民做些事情的 只是 不喜欢和楚兰合作而已 如今必无可避 那她也只能往好的方面想想 秀梅忍不住说 我听说已故徐皇后 可能还留有一个九皇子在世 我现在就很希望这是真的 然后这个九皇子出现 把七皇子置住 让她没办法再欺负小姐你 秀梅的愿望单纯直接又美好 但也仅仅只是个愿望而已 因为那个传言中 可能还活着的九皇子 压根连个人影都没有出现过 至今为止 都还只是大家的意想和猜测 秀嬷嬷在一个时辰后 就返回了校尾府 来得比微弱预想的要快不少 殿下说 大女孩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只要大姑娘能够说服 台州府的诸多权贵 殿下愿意全力支持大姑娘 秀嬷嬷带来了楚兰的回应 好 我明日一早去一趟园府 拜见园夫人 等确定了日子后 再通知秦嬷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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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今住在殿下 在府城的临时居所里 大姑娘有任何事情需要我 随时可以去那里找我 我随叫随到秦嬷嬷道 好 那秦嬷嬷就等我消息吧 第二日一早 魏弱就去了元府找元夫人 当天下午 元夫人以自己的名义 向泰州府各位权贵家的当家主母 发出了邀请函 这些夫人平日就是元夫人的座上宾 故而元夫人相邀 他们无不应邀的 云氏也接到了元夫人的邀请函 是魏弱直接带回来给她的 苍云院内 坐在正位上的云氏看完了邀请函 而后不解地询问魏弱 元夫人明日询我们所谓何事 信上只说有要事相伤 但却没有说明是何要事 时间又急 如果是普通的邀约相聚 通常会提前好些日子的 明日去了便知了 此时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魏弱回答 脸色比较冷淡 并没有要跟云氏多说明的意思 云氏不由得促眉 你怎是这般态度 娘不过是问你两句 你怎好如此不耐烦 魏弱轻笑道 娘有些事情也没有跟我说 为何要求 我试试跟你说呢 云氏一正 脸上不由地闪过几分心虚之色 但很快又掩盖了过去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云氏颇为生气道 特地拔高了一些声音 第306章以功戴阵 我是否胡说八道 母亲心中自有分晓 今日我来回奔波有些乏了 有什么事情明日再说吧 魏弱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不给云 是跟自己发火的机会 云氏有些被气道 真的是越来越不把我这个母亲放在眼里了 翠萍在一旁安慰道 夫人默契 许是大小姐听到了些风声 知道了夫人 您应下了徐家 上门说梅 心里头有气 便是知道了 也没什么好让她气的 自古婚姻大事 都是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这门亲事已经是好的不能再好了 她又有何理由于我之气 夫人也知道大小姐的性子的 她没什么坏心思的 只是直率且不服管束了一些脆评的话 让云氏想起了丈夫的 叮嘱 于是叹了口气 摆了摆手 罢了罢了 随她去吧 第二日一早 云氏和魏弱一同去网之府府 一路上二人一言不发 魏弱低头看住书 看的是王采薇先生最近给她的怪诞制 魏弱对正儿八经的书没什么兴趣 倒是有闲心看这种野书闲书 只不过近来她都很忙 空闲的时间都用在看账簿上网 正好今日要和云氏坐一辆车 所以魏弱就拿出来看看 除了一些闲书 王先生有时候也会带一些新奇玩意给她 对魏弱而言 她不只是良师更是义友 一展查的时间后 校尉府的马车到了知府府 云氏下车就见到了门口后住的原妇人贴身侍女青衣 她十分有礼貌地向云氏问了好 紧接着便将目光转到魏弱身上 大姑娘 妇人让奴婢在这里等你 青衣对云氏是客套有礼 对魏弱则明显多了几分尊敬 有劳青衣姑娘再次等候了 魏弱道 大姑娘和妇人请随我来 青衣领住魏弱和云氏进府 已经来过很多次了 云氏和魏弱对知府府都还已经比较熟悉了 今日约见的地点是后院的花厅 云氏和魏弱道的时候 花厅里面已经坐了好些人了 都是台州府有头有脸的人家的夫人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云氏没想到的人也参加了秦嬷嬷嬷嬷嬷嬷是七皇子的人 同时也是宫里的老嬷嬷 是能在贵妃娘娘跟前说得上话的老人 这样的嬷嬷可比一般人家的当家夫人身份要来得贵重得多 众人看向她的目光里也多少带住尊敬 原夫人也将右边第一个座位留给了秦嬷嬷嬷 而左边的第一个位置给了徐夫人 其余的夫人的位置也是按照他们丈夫的身份来安排的 等人都到齐后 原夫人要微弱说明今日找他们来的用意 微弱起身 来到原夫人的身侧 对住面前一众夫人道 想必各位夫人对于进来的事情都有所了解 知道如今城内流民四起 不仅影响城内安定 还带来了其他的问题 众夫人纷纷点头 大家都知道这事 来之前也猜想到了原夫人找他们来 可能是为了这件事情 毕竟如今这种情况 原夫人也不太可能有闲情意志 找他们说别的事情 更不可能是为了赏花赏月品名品酒 微弱继续说 为了台州府的安定 也为了救济更多的灾民 今日特地邀请各位夫人来此相商 希望各位夫人能够提供帮助 说完众位夫人都露出了为难的表情 当主原夫人的面 大家不好直接驳斥魏弱的提议 几人互相看了几眼后 还是徐夫人开口对魏弱道 大姑娘 此事怕有些为难 徐夫人想告诉魏弱 想让台州府的一众权贵们 出钱出粮不适 三两句话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不能把这件事情想太简单了 其他人也纷纷表态 魏家大姑娘怕是不知道 如今这年成 大家都不好过 并无富裕之处可以救济灾民 是啊 更何况灾民如此之多 这灾情 又不知道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这救灾也只能救一时 不是长久之计啊 魏大姑娘有心要救灾是好事 但我觉得此事还应当交由朝廷来做 我听闻朝廷已经派了人下来震灾了 想来不日就会到台州府来的 听着众人的话 云氏的眉头不由地皱了起来 长女今日的发言有些太过想当然了 明明那日在家中讨论之时 婉婉提出此观点时被否决了的 她为何还要跟众位夫人提出如此不成熟的建议来 魏弱对大家的反应丝毫不意外 她不慌不忙地说 各位夫人的意思我明白 所以我并不打算直接派粮赈灾 派粮赈灾只能解一时之急 不是长久之计听到魏弱的话 众位夫人露出了疑惑之色 魏弱继续往下说 我想的法子是以公代正 何为以公代正 问话的人是徐夫人 他也觉得魏弱不可能这么肤浅地 直接让他们出资救灾 魏弱开始解释 众所周知 台州府有大量的荒地 严检的 沙地 板结的贫瘠的 如果组织灾民去开垦并改良这些土地 在这些土地上成功种出庄稼的话 不仅能安置灾民 还能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 而此前 我们已经在新善县实践过类似的事情 透过对严检地的改良和开坑 在原本不能种植庄稼的土地上 成功种植出了麦子 麦子产量十分可观 而如今这些地上还正种植着水稻 生长情况良好 预计秋收再迎来水稻的丰收 新善县的事情 在座的 有好些人听说过 是做不得假的 有人点头 表示自己听过新善县荒地开垦的事情 有人称赞那件事情做得好 本来不知道这件事的人 也在其他人的解释后明白了过来 有过成功案例 就说明荒地变耕地是有可行性的 徐夫人问魏弱 魏大姑娘的意思是 想要如法炮制 在整个台州府都采用这种组织灾民 开坑荒地的方式来实现对灾民的安置 魏弱点头 却由此 亦 但与之前的又有所不同 徐夫人问 不同之处在何处 第307章纷纷心动 魏弱解释 台州府地域广袤 灾民数量众多 一旦开荒成功 所带来的粮食收益 经济收益是非常巨大的 简单来说 这不仅仅是一场救灾活动 更是一项生意 有人不是很懂 便问 魏大姑娘可否详细说说 魏弱进一步解释 前期我们用资金 粮食作为报酬 雇用灾民 让他们劳作 开垦改良荒地 种植农作物等到秋收的时候 粮食就归出资者所有 不光如此 开垦好的土地 也变成了可种植的粮田 而这些粮田 也将归出资者 所有前期投入资金 后期不紧 能收获粮食 还能得到一块粮田 这听起来 是一桩获利丰富的买卖 为了让众人更能理解 这里面的成本和收益 微弱开始给众人算一笔账 开垦一亩荒地所需的劳动力 略高于种植普通水稻田 平均一个成年男子 能开垦并照顾三亩的地 假设我们需要支付 这一成年男子的报酬 为每日三斤大米 一个月就是90斤大米 从改良开垦到收获 所需要的时间为8到10个月 也就是720斤大米到900斤大米 根据我之前 在新善县种植的经验 麦子的亩产可达到1000斤每亩 水稻的亩产值也在1000斤上下 也是说 只需要支付不到900斤粮食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以后 就可以收获超过3000斤的粮食 并且还能得到三亩粮田 因为近来粮食价格暴涨 故卫 若在算账的时候 用粮食的重量代替银钱 听完卫弱的话 众卫夫人思绪各异 粮食的产出高于支出 同时还能收成一块的 这听得十分划算 卫大姑娘 你这笔生意听着很划算 可就是这报酬给的 会不会有些太高了 每人每天三斤粮食 这可是以往都没有的 有人提出疑问 如今是特殊时期 怎么在卫家大女孩这里 还给涨了价钱 卫弱回答 这个价格确实还有商榷的余地 但我这边按照 每日三斤粮食的报酬来算 依旧是有非常丰厚的利润的 可见这笔买卖是十分值得做的 确实如此不假 即便这一年下来 支出的粮食和收获的粮食持平好了 最后得到的田 可是白白挣的 众人看向原夫人 有夫人带大家询问原夫人 原夫人 卫大姑娘说的可是真的 最后改良后的粮田 是归出资者所有的 原夫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没错 是真的此事我已经与我家主君商议过了 她是同意的 有了原夫人的肯定回答 众人也就没有什么好质疑的了 此时已经有夫人有些心动了 这时候 魏洛又继续说 如今原夫人和七殿下一起主持此事 如果能成 便能解决如今流民四起 灾民饿死街头的困境 于百姓而言 是救命稻草 于朝廷来说 是大功一见 这时候 一直保持沉默的秦嬷嬷嬷 也事事开口 不错 如今朝廷非常重视赵灾 如果台州府能够完成自救 不需要朝廷派粮 就能救灾救命 便是朝廷的功臣 魏洛和秦嬷嬷嬷的话 提醒了众位夫人 救灾一世 是原家和七皇子牵头的 参与进来 就是与他们二位贵人建立联系 对他们而言 就是难得的 与他们拉近关系的机会 更何况 这还是朝廷十分关心的 赈灾大事 到时候事情要是成了 那么参与其中的人 说不定都能算一份功劳 被朝廷论功欣赏 在座的都是持家有道 经营有方的当家主母 自然知道此事有利可图 且极有可能是名利双收 手上有足够的资金 和粮食的情况 没道理不参与进来 现在的问题是 要如何成为这个出资者 还是徐夫人先开口问魏洛 大姑娘 不知道要如何成为 这个出资者呢 其他妇人也都看住 魏洛 想知道这事要如何来执行 云氏同样用热切的目光 看住魏洛 这是如此好 他自是想要为家参与镜当中的 魏洛回答 此事是由府衙 魏洛人和七殿下主导的 由这三方全权出资 最后所得也归这三方所有府衙算官方的 魏洛人自己出资算个人 的 所以这算两个 听到魏洛的回答 有几位夫人的脸上闪过失望之色 但大部分的 例如徐夫人这样沉稳老道的夫人并不住击 因为他们知道魏家大女孩后面一定还有话 如果真的只有这三家出资 今日就不会叫他们来了 停顿了一会儿后魏洛继续说 然而府衙人手有限 而殿下又要盲军中事务 抽不开身 但救灾之事因是越周全越好 能少出差错 没错 魏大姑娘言之有理 此事必须谨慎 流民之中不发有暴乱之人 如果管理不当 有可能会引发矛盾 而且粮食调度也是很大的问题 就怕刁民哄强的情况 此事应当谨慎再谨慎 多些人参与帮忙 会更稳妥一些 好些夫人出言 负义魏洛 魏洛能从他们的言辞当中感受到 他们已经心动 见时机差不多了 魏洛便说 所以这件事情 袁夫人和七殿下打算 让台州府内的有能知事都参与进来 有钱的出钱 有人的出人 有粮的出粮 大家一起完成这场 以供待阵就栽救民的行动 魏洛说完后 袁夫人紧接住表态道 届时对于各位的付出 不管是出钱的 还是出人的 出粮的 都会记录在岸 一旦大功告成 我们按贡献大小 分地分粮 相应的功绩 我家主君还会如实上报朝廷 绝不遗漏分毫 众位夫人彻底心动了 纷纷表态 袁夫人 台州府遭此大难 我留家为台州府士族 理应为民出力 鞠躬尽瘁 袁夫人 我家虽不是什么大门大户 但愿为台州府百姓 尽绵薄之力 夫人尽管吩咐 我真家不管是钱 人还是粮都可以出 第308章 又一次百云时期的不清 明明一刻钟之前 还嚷着 今年大家都困难的众位夫人 如今全部上赶注 要为国为民出钱 出力出人了 袁夫人和秦嬷嬷的脸上 都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 为若完成了她的任务 便走到最末的位置 坐了下来 今日来的都是各家当家主母 只有她这一个 未出格的姑娘家 故而她理应 坐在最末的位置 在后面的事 未若不需要操心了 交给袁夫人和秦嬷嬷 来与这些妇人商议 便可以了 约莫过了一个多时辰 会谈结束 袁夫人送别了众位夫人 徐夫人走在了众人的后面 临走前拉着未若的手 满眼欣赏和慈爱 大姑娘当真会之兰心 未若只是笑笑 因为袁夫人和秦嬷嬷还在场 徐太太不好再多说什么 徐夫人走后 厅内还剩下袁夫人 秦嬷嬷嬷 云士和未若 以及一些随事的丫鬟 秦嬷嬷嬷起身来到未若跟前 脸上带着微笑 大姑娘果真没有让人失望 今日这套以公代正的做法 确实让老奴耳目一新 秦嬷嬷嬷 那此举也不过是为了能让事情更好地进行 为殿下分忧 未若回答 今日之事 殿下得知后必然也是十分欣喜的 非常期待接下来的进展 秦嬷嬷说完后 领着自己的人离开了 而后 云士则领着未若向袁夫人告了词 袁夫人点点头 有云士在场 就没和未若多说什么 未若跟随云士回到了马车上 马车驶离袁府 往校卫府的方向行进 不同于去实的冷漠 这会儿云士脸上挂着几分喜色 并且有不少问题想要询问未若 若而 你这解决之法不错 不过你也得为家里住享一二 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法子 让未家也参与其中 方法方才在袁府 我已经说过了 有钱的出钱 有利的出利 有粮的出粮 届时自会论功行赏 未若达到 若而 家中的状况你也是知晓的 云士道 怎么 母亲的意思是 既什么都不想出 又想要的 又想要功劳的 未若反问道 嘴角擒着一抹那缝的笑 被戳穿的云士脸色微沉 但还是耐着性子道 怎能说没有出力 这件事情最大的功劳 不就在若而你身上吗 那后续分的田挂我的 名下也是理所当然的对吧 未若道 你的意思是 你要自己拿地 有什么问题吗 母亲不是已经为我安排好婚事 打算将我嫁了吗 正所谓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我早早地给我自己攒下嫁妆 没什么问题吧 未若道 嫁妆素来是女子的私产 不管是婆嫁还是娘嫁 都动不得 可你如今还未出格 未出格 我自己攒的那一份私产 也归于自己 这也没什么问题的吧 母亲是从京城来的 这点规矩应当是知道的 云氏被未若噎住 脸色变成了酱油色 未若又补充说 对了 我一亲的事情 母亲还是最好搁置一阵 如今是特殊时期 无数百姓正在遭受着饥荒 每天都有灾民 因为填不饱肚子死去 原府和七殿下 正要牵头救灾救民 我们却在热闹的张罗婚事 怕是欲情不合 再者 此事原夫人和七殿下 都十分重视 希望我能帮着主持好大局 必然是忙得抽不开身的 要是这时候 母亲安排我的婚事 怕是有阻扰事情进展的嫌疑 我怕两位贵人 会不高兴云氏的脸色 顿时更黑 更难看了 未若说的字句 都占一个理字 让他想反驳 都找不到话 但偏偏他这 咄咄逼人的态度 半点没将他这个母亲 放在眼里 让他不由地怒火四起 你这是什么意思 威胁我吗 云氏责问未若 哪里是威胁 不过是提醒罢了 母亲要是真的不听 我也没有办法 只不过 后头影响到的 可能是父亲 兄长乃至整个 魏家的前程 这分明就是威胁 云氏气的胸口 剧烈起伏 怒目瞪着未若 你真是翅膀硬了 敢这么冲撞为娘了 有了靠山 便是清娘也不要了 母亲说的 这是什么话 我何时不要过你 倒是母亲与徐夫人 一亲一事瞒着我 大抵是打算 等没人上门了 才让我知晓 好将我早早地送出门去 魏若语气平稳地反驳 逆女 云氏终于忍不住了 抬手就往魏若脸上打去 然而魏若像是早有预料的一般 精准地抓住了云氏 落下的手腕 母亲这动不动 就要打我的习惯 都改一改了 我这脸被打肿了 明日再见贵人的时候 怕不好交代的 魏若提醒道 云氏彻底被气疯了 你就是个白眼狼 我一心一意为你谋划 你却拿我当仇人 丝毫不会将魏家放在心上 魏若淡定道 随便你怎么想 我只是 再告诉你一个客观的事实 你要是真要打 我也可以让你打 但之后 要是给魏家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你可别再说是 我不把魏家放在心上了 说完 魏若松开了 钳制住云氏的手 云氏的气半点没消 但却没了 在动手打魏若的勇气 不多时 马车抵达了校尉府 车内的气氛依旧冷得可怕 魏若没犹豫 动作俐落地下了车 没管车上还在生气的云氏 静止回了听松院 魏清婉从学堂回来后 就听说云氏 今日一日都没能吃下东西 便连忙赶去苍云院询问安慰 娘 你怎么了 是身体不舒服吗 可请了大夫了 魏清婉满眼的关心 云氏靠在踏上 听着魏清婉的关心 一时一股难以言表的复杂情绪 涌上心头 婉婉 还是你知道体贴为娘 云氏不惊道 娘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我是娘的女儿 自是应该体贴娘亲的 是啊 你是娘的女儿 以前常听人说 生恩不及 养恩大 还不觉有什么 如今在细细想来 觉得很有道理 在自己跟前长大的 和单单只有血缘关系的 终究是有些不一样的 云氏叹息道 第309章 此季甚妙 听到这话 魏清婉微微一正 而后明白过来 是什么意思 娘 是不是子子又说了什么话 惹娘生气了 魏清婉问 她何止是说了什么话 她是能做的都做了 云氏冷笑一声 我也不知道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了 娘不要生气 子子应该也不是故意 但 她只是性子有些直 并无恶意地 魏清婉劝慰道 你呀 就是太善良了 她对你没有半点姐姐对妹妹的样子 你却还老想着为她说话 云氏无奈倒 不能这么说 到底是我白占了姐姐这么多年的身份 待她享受着父母的疼爱 姐姐前几年受了那么些苦 才养成料如今这般的性子 我理应多体谅她一些 为清婉解释 你说的也对 云氏叹了口气 心情在女儿的安抚下 平复了不少 娘 你的身体是最重要的 我去给你准备些生汤吧 不必了 你扶我起来 我还得再看看帐簿 云氏阻拦道 娘 你都不舒服了 还是歇话吧 帐簿过两天看也行 为清婉道 你不知道 你子子他如今帮着原夫人和七殿下做事了 云氏将今日在原府发生的事情 跟魏清婉说了一遍 魏清婉听完后 神情暗淡了下来 心情也跟著沉了又沉 魏清若竟然又帮助贵人做起了事情 云氏没有注意到魏清婉的神情变化 自顾自地说着 如此之好的机会 魏家自是不能错过的 原想着事情是家中嫡长女带的头 怎生都有一份的 但如今看来 那是我想多的 我们家的嫡长女是只想着自己 半点没有要为家族争取荣耀的意思 回过神来的魏清婉接话道 那娘亲打算如何办 云氏道 回头问问你父亲的意思 看能不能给京城那边去个幸 你祖父祖母的手里头 应当还是有些私房的云氏本眼 不想将心思动到公婆的家底上去的 但此事对魏家都是有益的 京城的老伯爷和老夫人应当也是乐见气成的 况且此事后头 京城那边也是要知道的 万一到时候老伯爷和老夫人觉得此事应当参与 反怪罪他这个儿媳妇没有提前与他们商量 那他就成了两头不讨好了 所以提前去幸与他们商量 好处大于害处 魏清婉点了点头 眼神里依旧藏着些担忧 他当然希望魏家能再有一些功绩 希望父亲的官职能再提升一些 也只有这样 像徐妖君那样的人就不敢在狗眼看人低的数落他 同样的 不管什么时候 娘家的硬气都是家中女子的底气 不管出嫁与否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魏清若不懂这个道理 帮助魏家也是相当于帮助自己 他不会真的以为如果她是贺家那个商骨之家出来的女孩 真的能被家是显赫的徐家看上吧 云氏虽然很生气 但也不得不按照魏弱的意思 将与徐家一亲的事情搁置了 徐夫人那边虽然对魏弱的好感又增加了不少 但也知道眼下的情况不是谈论儿女婚时的好时机 更何况魏家大姑娘的确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忙碌 不管是为小家还是为大家 这时都得暂时搁置了 不过徐夫人还是将事情写信告知了在安州书院读书的徐丰元 读完母亲来信的徐丰元看出信件 不由得更加钦佩仰慕起魏弱来了 便拿着信函跑去找了隔壁寝室的魏异称 与他说了这件事 魏兄 你家大妹妹真的太聪慧了 竟想出料如此妙计来 可像我们这些饱毒师叔之辈 讨论了几次也没能想到有这法子一办好的办法来 说着徐丰元念叨了起来 以公代赈 招胎州府中权贵出资 以资底公 再开荒地阔农耕增粮产 最后粮产粮地做报酬返给出资者 将整个僵局都盘活了 妙才 妙才 魏异称听完后半晌眉回神 直到徐丰元拍了他的肩膀一下 才反应过来 是啊 我家大妹妹的此迹圣妙 魏异称道 紧接着魏异称抬眼看向徐丰元 那满是喜色的脸庞 顿时心中担忧四起 便与徐丰元解释道 徐兄 我家大妹妹与别家的不同 这自然不用你说 我 的 意思是 我家大妹妹喜欢的是田园山色 喜欢南庚女之 不喜做身宅大院里的妇人 希望徐兄可以理解魏异称道 魏兄放心 日后我如果能娶到令妹 必不将他困于府中 让他可以随性做他想做的事情 可是徐兄 你是徐家的嫡长子 且 你以后是要考取公民入朝为官的身为官员妻子 又如何能随性的起来 魏兄的意思是 你不看好我和令妹 嗯 我不看好 而且我家大妹妹的态度徐兄也知道了 徐兄我家大妹妹从小养在乡下受了些苦 如今家中希望她能平安顺遂的过完下半生 不求大富大贵 魏兄所言我会好好考虑的 但是我并不想就这么放弃 我还想在争取争取徐丰元坦率表示 我还是希望徐兄能慎重考虑 我不希望舍妹日后过得不开心 魏已称道 魏兄应当明白 我同一家中长辈安排的这门婚事 并不全是因为他们重义令妹 且我若娶了令妹 毕是想要他喜乐安康的二人争论了一番 但最后都没能说服对话 这个话题也就点到为止 就在仪式敲定后 魏若也就彻底忙碌了起来 连曾几日早出晚归 校尉府除了在门口值班的 其余的人几乎见不到魏若的人影 连魏明廷和云氏都不例外 第四日一早 魏若打算出门 在门前被云氏拦下 云氏的身后还跟住魏清婉 上次起争之后 两人便没有再说话了 今日带着魏清婉喊住魏若 不知是有什么事情 母亲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吗 魏若问 今日你去圆府带上晚晚一起去 云氏不是询问 而是直接命令 第310章把魏清婉气哭 闻言魏若的目光往魏清婉的身上撇了撇 魏清婉半截身子都藏在云氏的后面 当魏若的目光落到他身上的时候 他微微抬头 眼神窃窃地与魏若对视了一眼 则 这受精小兽般的神情 不知道的还以为魏若刚刚对他做了什么 魏若的视线回到云氏的身上 理由 晚晚帮我打理家中事务已久 各方面都很有经验 让他跟住你去能帮你打打下手 云氏的 不需要 圆府这样的人多的是 还有专门的算账嬷嬷帮我魏若婉拒 云氏定了定心神 来之前他已经告诫自己 今日不可与长女之气 但长女一开口 总能惹得他心口怒火乱窜 云氏耐着性子跟魏若解释道 若而 你妹妹缺少一些应对大事的经验 你带着她去 能帮着她锻炼锻炼 只是为了锻炼能力吗 魏若的 嘴角擒着笑 一双眼睛明亮透彻 将面前云氏和魏清婉二人的每个神色 都收入眼底 总之此事与你没有坏处 于婉婉于魏家多有益处 你身为嫡长女 李应对家中姊妹多有照应 云氏态度强硬道 那好吧魏若答应了下来 他突然答应 反倒给云氏和魏清婉整不适应了 不过是带他去元府帮我分担些 我有什么不好答应的呢 魏若道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落落大方 展现长女风范 就是发生在魏若的身上 让人有些难以置信 云氏和魏清婉 好一会儿没反应 魏若道 发什么了 不是要去吗 不跟上我就走了 赶时间魏若说完 掉头往马车的方向走去 魏清婉 见状连忙跟了上去 上了马车后 魏清婉小心翼翼地 看向魏若的方向 见他靠着软电 眯住眼睛休息 一时间摸不透他的心思 魏若知道魏清婉在看自己 但懒得开口说话 就这么靠着软电 舒服地躺着 这两天 开荒救灾刚起步 事情多得一塌糊涂 他连自己铺子的事情 都顾不太上了 更别说 顾魏清婉的小心思了 校尉府往返袁府的路上 他能休息就休息 为自己节省点体力和精力 马车抵达袁府后 赵丽氏原夫人的贴身 侍女清姨在门口等候 清姨看到今日同行之人 多了一个魏清婉 眼中闪过疑惑 但并未发问 而是熟练地上前去迎魏若 大女孩辛苦了 清姨领住魏若往里头走 完全没有去管 跟在魏若屁股后面的魏清婉 魏清婉 只能和秀梅一起跟在后头 像个随行丫鬟一般 哦对了 清姨姑娘 有点事情要麻烦你 魏若冲着清姨勾了勾手指 清姨会以盲低头 将耳朵贴过来 魏若覆尔低语了两句后 清姨便点头表示明白 而后便对住旁边的另外一个小丫头说 把魏家大姑娘带到回春阁去 丫鬟领命 而魏清婉则一脸茫然 姐姐 这是要我去哪里 魏清婉一脸不解地询问 妹妹不是跟我来学习的吗 但如今涉及到的事情都很重要 容不得半点差错 原夫人和七殿下为我请的帮手 都是多年管账的高手 我怕妹妹一时跟不上 故先请妹妹练习一二 待确定妹妹有着能力之后 再跟我们一道 魏清婉脸色一僵 姐姐 我帮母亲管理家中事务 看管店铺账簿不比姐姐少 在魏清婉看来 魏清若的优势 不过是懂得浓势多一些 并不是看账管理的能力有多厉害 论管理中愧 看账统筹 魏清婉自认不会输给魏清若 魏若道 妹妹还是先去磨砺一番 就在一世 要是出了差错 后果可是非常严重的 魏若说完 清姨便给丫鬟使了眼色 然后清姨亲自和那名丫鬟拉着 魏清婉便往慧春阁的方向去了 魏清婉自是不情愿去的 可是被两名丫鬟嫁住 容不得她不去 身在知府府内 她也不敢放肆造次 最后不情不愿地去了慧春阁 到了慧春阁后 清姨将魏清婉请进了一处客房 然后拿了笔墨纸验 和一本九张算术给魏清婉 二姑娘 这本九张算术 还请你好好研读 待你学艺有成 便可帮着大姑娘和一众女先生 处理开荒就在大小账务了 清姨对魏清婉说道 魏清婉的脸色铁青 这书我原先就已经看过了 不必再读 是吗 那就请二姑娘默写一遍 以证明二姑娘确实有这本事 轻一道 魏清婉哪里默写得出来 读过是真 但读过不代表能全文一字不差的背诵 她平日能熟读背诵的 主要是女界女学一类的书 像九张算术这样的书 通常的男子研读的 她能熟读已经超过一般女子了 怎还能要求她一字不差的背诵默写出来 难道我子子能写这书默 魏清婉反问 大女孩能不能默写都不重要 她有别的才能 整件事情就是因她才有的 但是二姑娘不一样 二姑娘来是要帮大姑娘看账算账的 自然是要这些本事的 除非二姑娘觉得自己也有大姑娘那样的本事 二姑娘有吗 轻一问 魏清婉被轻一问的答不上话来 脸别的通红 看来二姑娘是默写不出来了 那就在这好好研读这本九张算术吧 有什么需要的 可以喊人 门口有伺候的下人轻一说完 转身 离开了房间 留魏清婉一个人在房间里头 门口有伺候的下人 也意味着有人会看住魏清婉 她想逃是不可能的 魏清婉看住眼前的书籍和笔墨直验 她终于明白为什么出门的时候 魏清若会答应得这么爽快了 魏清若从一开始就打算好了的 根本没想真心带她参与就在仪式当 魏清婉气得眼眶湿润眼睛通红 然而此刻整个客房就只有她一个人 没有人看得见她的委屈 也没有人会安慰她 轻一 本姑娘可是郡主身边的大丫鬟 郡主的客人我才敬住 厚住脸皮跟住来的我就不必要客气了 第311章统筹安排 另外一边 梅罗为清婉跟随的魏若来到了贤秋阁 这里原是知福府的厢房 如今已经成了魏若和一众女先生 管事摩摩们办事的地方 这些和魏若一到工作的人 都是原夫人 七殿下已经台州府内各位权贵夫人 挑选出来的有能力的管事摩摩 女帐房 特地送过来帮助魏若一起统筹救灾一世 因为救灾牵涉到的人 钱 粮数量众多 要将不同的灾民安排到不同的地方 要为他们解决住宿问题 吃饭问题 还要调度钱粮 分配看管人员 事情非常之多 原夫人和秦嬷嬷每日都会来 秦嬷嬷是全程参与 帮忙一起做事 原夫人则只是每日抽些时间过来陪大家 看看大家有什么需要的 她帮忙安排 魏若先去隔壁屋见了原夫人 见魏若比前两日来迟了些 原夫人关切地询问 可是有什么事情 还是累了些 没事 只是出门前 我母亲让我将我那妹妹一并带来 故而耽误了些时间魏若解释 原夫人是知道魏若和家中的关系的 且她与魏若第二次见面的时候 就发生了为清婉害魏若差点落水的事情 故而她知道为清婉对魏若没挨什么好心 如今魏夫人要魏若带妹妹过来 其用心也不难猜 你母亲是想要你妹妹也一并赚个好名声吧 原夫人说 这几日魏若让台州府的一众贵夫人 见识到了她的本事和见识 一时间人人都称赞魏家大姑娘有谋略有才华 致使魏若才明贤明远播 大家族娶妻都是看中未来当家主母的管家能力和品德的 故而魏若这样的是非常受欢迎的 她相信这次的救灾过后 想要与魏家结亲的人家会更多 要是我那妹妹表现优异 与她个人与魏家都是极有好处的短的来看 魏家的功劳能多攒一份功劳 长远来看 对我妹妹的婚嫁是大有帮助意的魏若道 要是她对你好 倒也无可厚非 可她对你没安什么好心 依我的性子 别人做了初一就怪不得我做失误 是绝机不会学圣人以德抱怨的 袁夫人孝道 所以我请轻衣将人带去回春阁了 还请夫人莫怪 没能先与你说明 就私自做了安排魏若道 多大的事 我不是说了这段日子 我这几间院子任由你安排吗 你想怎么弄都行 只要别影响到你心情 影响到我们正式的进度 袁夫人道 多谢夫人谅解 说着魏若将话题转回到今日的正式上来 夫人 昨日入库的粮食清单到了吗 刚刚送过来 袁夫人一边从丫鬟手里接过账簿 递给魏若 一边跟魏若说 不过短短三日 府衙的大粮仓已经满了魏若接过清单 开始看起来 然后在里面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范承旭 最先驱的范老板也参与进来了 还送了整整五千两银子和一万弹的大名 没错 范家虽然不是台州府 本地世家大族 但范家在朝堂之上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只不过这个范承旭与一般的世家子弟不太一样 喜欢经商那日的商议虽然没有请他 但显然他也对若尔尼提出来的这个以公代正的事情非常有兴趣 也想分一杯羹 袁夫人以为魏若不认识范承旭 便特地给他解释了一番 他愿意出钱出粮 不管他是哪里的 也不管他是官身还是商骨之身 我们都无比欢迎魏若道 魏若在心里感慨了一下范承旭的生意头脑 真是半点能赚钱的生意都不愿意错过 徐家今日是第二次送粮过来了 袁夫人又道 而且听徐夫人的意思 他还会再调读一批粮食过来 调读 从何处调度 魏若问道 如今各处都缺粮食 从外地买粮食对一般人来说十分困难 徐家是从徐老太爷的父亲那被开始扎根太州府的 老家在临安那边 在那里徐家还有些庄宅田地 袁夫人解释道 说着袁夫人忍不住戴了一嘴 说起来 徐家老太爷和曾经的徐国公是同族 都出自临安徐家徐国公 是刚发案的徐国公吗 魏若问 正是 如果不是各地闹灾荒 估计这事已经处理完了 我听闻 徐国公府当年被抄的时候 相关的人也都被处置了 怎么太州府的徐家没事 魏若问 一来确实是隔得有些远了 虽同出于临安徐家 但从血缘上来说两家已经相去甚远了 二来 当年皇上处置到后面也心软了 她是顾念住皇后的 袁夫人说完忽然意识到自己将话题扯远了 瞧我 话多了 说了不该说的这些话你听过就好 外头就不要去说了 袁夫人叮嘱魏若道 尤其是秦嬷嬷面前 千万不要提 魏若点点头 她自是知道什么话题 使她可以议论什么 使她不能随便议论的 涉及皇家的事情 她既无兴趣 更不想妄议 在与袁夫人细谈了清单后 魏若回到隔壁房间 和两位女帐房先生一起 将目前为止入库粮食进行汇总统计 然后开始分配人手运输粮食 今天开始就要往前两天 确定好的几个根据点送粮食了 因为这次涉及的开荒范围比较广 故而前两天 魏若便研究了台州府的勘于图 确定了需要开荒的范围 并设定好了相应的根据点 目前魏若定下的 要开荒和改良的土地 主要以沙地和岩碱的为主 山地暂时不再考虑范围内 因为山地的情况相对较复杂 不同的山有不同的情况 开垦的成本也较之前两者更高 至于沙地和岩碱地的开坑的方案 也与先前的保持一致 沙地种红薯 岩碱地等改良完成后 种植冬小麦 今日魏若的主要工作 还是和几位女先生一起 待在知府府上统筹调配 但从明日开始 魏若就需要去到实地进行勘查 然后再根据不同的土质 制定不同的改良 以及开垦的方案 第312章回去告状 晚上 魏若和秦嬷嬷等人 在知府府上用了碗扇后才离开 离开前 魏若自然也没有忘了 把载回春阁里的魏清婉带走 等到轻衣再一次把魏清婉 带到魏若跟前来的时候 魏清婉整个人都憔悴了不少 魏若只是看了一眼后 便上了马车 魏清婉压下心中的愤恨 也跟住上了车 回去的路上 魏若照旧靠着软电小气 而魏清婉的眼睛则一直盯住他看 眼眸中有火苗子在窜 魏若只是中途被马车颠捕到的时候 瞥见了一眼 其余时间都闭着眼睛 完全无视了魏清婉浑身下 散发出来的不满和怨恨 回到校魏府后 魏若就直接回了自己的听松院 完全不管带着一身怨气 回来的魏清婉 将他无视了个彻底 等进了房间后 秀梅问魏若 小姐 二小姐这回受了这么大的气 一会儿该要去找夫人告状了吧 她倒不是担心夫人 会怎么责罚他们小姐 如今 他们小姐可不是夫人 随便能责罚得了的 就是小姐这几天疲惫得很 不想再被一些不相干的事情 打扰了她的休息 魏若伸了的懒腰 随便她去吧 吵得我乏了 我就以此为借口 送到知府府上去 看到时候是谁比较住籍 而后魏若洗漱了一番 便上床休息 去了 魏清婉果然如秀梅说的那般 去找云氏告状了 他将今日 魏若将自己丢到知府客房里面 让他看书的事情 告诉了云氏 一边说一边掉眼泪 云氏听完后又心疼又气愤 本来今日让婉婉跟住去 一是为了给婉婉在贵人 和泰州府十家夫人面前的表现机会 二是为了为魏家争取更多一些利益 但魏若道好 直接把人丢到了客房 导致婉婉除了知府府的下人 什么贵人都没见着 如此一来 他的算盘便全部落了空 婉婉这一趟知府也全然白去了 娘 是女儿没用阐述完事情经过后 魏清婉开始自责了起来 这跟你有何关系 是你子子他不给你这个机会 云氏心疼道 魏清婉依旧低垂着头 继续自责 如女儿本事再好些 便能自己为母亲分忧解难 不用仰仗姐姐了 云氏叹了口气 此事也怨不得 你 你放心 这是我会与你们父亲 好好商量一下 明日再想办法让你去 且明日绝不会再让你坐轮板凳的云氏 是铁了心要让魏清婉在众人面前显身 但 毕竟论管家管账的本事 晚晚要比大多数的女子都出色 比长女也更有经验 必然能有她大显身手的地方的 第二日 魏若还没出听松苑的门 就见到云氏和魏清婉 两人拦在她的跟前 魏若并不意外看到他们 神情淡定道 今天又有什么事情 我与秦嬷嬷约好了 时间有些赶 不想误了时辰言下之意 你们最好快点 耽误了我的时间 你们会有麻烦 我听晚晚说 你昨日并未安排她做时事 云氏问 是微弱回答 丝毫不虚 今日你在带晚晚同去 且你不可再像昨日那样 你应当将晚晚带在你身边 让她为你分担一些事情 原夫人和七殿下请来的那些女帐房 能做的事情 晚晚也都能做的 云氏道 母亲了解我们每日要忙碌的事 微弱问 有什么不知道的 即便有不知道的 也可以让晚晚慢慢学 云氏很有自信 同时也是对魏清婉 充满了信心 既然母亲了解 那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你想要她跟住 就让她跟住吧 微弱依旧很好说话的样子 有了昨天的教训 云氏和魏清婉 对魏弱的回答 始至疑心态 你今日不会也像昨天那样 将她困在客房里吧 云氏问道 不会魏弱回答的很果断 我要你向我保证 今日会把她带在身边 给她做事的机会 云氏要求 没问题 今天我去哪里 她就去哪里 除非她自己不愿意 不然我不会赶她走 魏弱承诺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云氏道 自然魏弱答应的很果断 魏弱态度如此之好 让云氏提前准备好的 一肚子的劝说教育的话 都没了说出口的机会 魏清婉 隐隐有些不安 因为昨日魏弱也是这么果断的答应的 可结果还是把她一个人 丢在了客房里面 于氏卫清婉低声道 姐姐不愿意带我去 没关系的 但是你姐姐不能欺瞒母亲 如此母亲会伤心的 魏弱的脸上挂着温柔的笑 我何时说过我不愿意了 昨日我答应带你去 难道没做到吗 放你在知府的客房里学习 也不过是考虑到 你的能力可能不够 怕你出错落下画饼 故让你先学习适应一番 你要知道你如果在这种时候出错 丢的不光是你一个人的脸面 更有我们魏家的脸面 只是我我不知道 你对我的这个安排这么有意见 说着魏弱 学着魏清婉的语气叹了口气 其实妹妹要是不满我这样的安排 可以直接与我说的 我可以另做安排 当住我的面不提 等回了府跟母亲告状 弄得母亲对你我之事忧心忡忡 将我这个做敌解的 知于不仁不义之地 又是为哪般呢 魏清婉脸色一 知不是的 那是因为子子 魏弱打断 都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但是妹妹心里对我的安排 有一件却不当面和我说 而要去掏扰母亲 看来是没把我当家人来看 虽说你我在家中有些矛盾 但出了家门都是代表着魏家 你我一言一行 都是要给别人看的 妹妹该明白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 魏弱把原本云氏 和魏清婉该说的话都说了去 导致二人看着魏弱反倒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了 魏清婉更是心里憋屈 明明是魏清若提防着他 还故意折腾他 如今却被他说得这么大意凛然 娘 我没有 魏清婉小声辩驳道 魏弱 走别人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